懷疑鄰居偷偷傳訊息給太太 想介入自己的家庭 男子僑育鄰居只有情緒失控 當間拿著安全帽朝對方的頭部猛K 造成被害人頭部受傷 過程也都被民眾直擊 警方現在也將依設違法 將動手的男子送外 白衣男子男子安全帽猛K 連續兩下就往頭部砸 被打男子不斷用手遮擋 也不敢還手偷背打到掛材 點頭承認就是自己動手的 但他的火氣似乎還沒消 當時兩人發出的爭吵聲 也嚇壞附近居民 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 原來一切都是愛情糾紛惹的禍 動手的誠信男子 與被害人早就認識 原本都是鄰居 被害人搬走之後 每逢佳節就會回來看看親友 只是被老鄰居誠信男子 發現太太怎麼收到對方偷傳的訊息 懷疑想介入他們的家庭生活 27號下午他騎車出門 恰巧遇上 立刻下車質問 拿起安全帽就把人K了一頓 後報懷疑到場接路並將人帶回 後雙方不願意提告 多年鄰居因感情糾紛爆發衝突 還當街出拳狂奏 這下原本的好交期沒了 動手大人還要被依設違法送辦 記者王文翔周總領台北報導